實際上大家不修不正也是佛 但是你是在睡覺的佛 所以我們需要大眾的把自己的佛真正的喚醒 也就是你的法身如來 它不生不滅不垢不盡不增不減 再剩不多一點 再煩不少一點 所以這個大家首先要認知 但是這個是誰呢 這是你的母體佛 也就是你原本從這生出來的 那麼我們現在是 已經是多道六道生死輪迴的 這個業力流中 那麼在這種前提下 那麼我們現在是因緣果報身 就是萬法因緣生還從因緣滅 說我們這個身體呢 這個肉身裏面 那麼再生出一個金剛爆身佛 也就是不生不滅 不垢不盡不盡不增不減 從此也不再生也不再滅的 那這是整個佛法教學中的核心部分 很多人修了空性 明性 覺性就停止了 那麼就以為這個就是佛法的究竟實想 實際上從修心次第上來講 這種人是很可惜的 那為什麼說他可惜呢 因為他指到了明心的層次 他未見性 沒有真見如來 沒有親見如來 沒有藉機深入 求實證的佛法 證得自己的報身如來 歷來修佛法者 是三身成就才圓滿成就 也就是你的法身成就 報身成就 化身成就 法報化三身 圓滿成就 今天張博生在這裡 有一個身體 他有張博生的智慧 張博生可以傳遞智慧給大家 是因為有一個張博生的肉體 有他的身口意 所以他能夠傳他的智慧 他的證物 他的了知 給你 那麼我們只有有了自己的三身 才能究竟地得五智 很多人都說轉八十成四智 加上一個法界體性智 那麼就圓滿了 我所使用的就是我的五智來應對 成間的事情 我轉八十成四智了 加上一個法界體性智是五智 五智代表五方佛 那麼我圓滿了 我用五方佛智 這個法界體性智 這個大元經智 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 加上一個成所作智 我用這五智來應對事件 如果你沒有證得你的暴身 對不起 你這五智是假的 因為沒有張博生 就沒有張博生的智慧 沒有三身就沒有五智 也就是你的暴身成了沒有 如果暴身成了 你就有這個五智了 但是你沒圓滿 因為暴身圓滿就成佛了 圓滿五智 擁有五智它是兩個概念 你先要擁有它 再圓滿它 就像你們現在都會賺錢 但是賺錢圓滿了沒有 沒有圓滿 因為不夠多 有沒有錢 有 會不會賺錢 會 這就已經有了 但是不圓滿 三身五智 五智你只有有了三身 你才有 你才擁有它 擁有了圓滿沒有 等你暴身圓滿了 化身圓滿了 你的五智就圓滿了 否則只是擁有還不夠量 還不夠達到無量的水平 但是你沒有三身 你是不是會擁有五智呢 不可能 不可能 你顛倒了 你不可能 我可以在就 這就有了 你不是